孟拱重整江陵 南宋纯幼年间 孟拱出任江陵之州 刚到任所便登城楼观览周围的地形 感叹的说 江陵所依靠的是古岭 先锋三叉这三个湖的险要地史 不知情者把这些低洼的地方变成了农田 现在江陵东面的古岭先锋直至三叉 广阔的地区中没有任何阻碍 敌人一扬边不就马上到城外了吗 于是修复了十一处内埃 在这以外又另见十处险要之处 菊水和张河的水本来是从城西流入长江的 现在把入江处拦住疏通河道 使它向东流绕过城北流入汗水 于是三海就连成一片 随着河水的涨落可以蓄水也可以排红 城外三百平方里的土地变成了一片浩浩渺渺的大湖 这次工程更用土木之共一百七十万 但百姓们不感到是什么负担 李刚的抗金之策 宋朝大臣李刚上书提到治理河北河东两地的基本方针说 河东河北是国家的屏障 只要这两个地区的问题处理妥当 那么中原地区就可以保全 东南地区就可以安定 现在河东地区失掉了恒州 代州 太原 泽禄 坟进 五个郡 其他的州郡仍然在我们手中 河北地区失掉的不过是真定 怀位 潭四周罢了 其余三十多个州郡都在本朝官员手中 河北河东的官员 百姓士兵和将领都坚决拥护宋朝 他们都推举豪杰知识做领袖 形成反金武装 多的地方几万人少的也不下万人 朝廷不称此时设立机构派遣使者 给这些地方一大的援助和抚慰 我担心他们在良尽力疲 处于危急关头 却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必定会产生怨恨之心 金人就会乘机笼络他们 使他们为金人所用 成为敌人中的精锐部队 不如我们在河北地区设置 昭府司 河东地区设置 京志司 选择像张所富亮那样的 有才能和胆略的人来担任职务 由他们来传达皇帝不忍心 把河北河东丢弃给敌人的决心 如有人能保全或收复一个州郡的 就按过去设置藩镇的制度 让他们自己当军手来防守此州 这样不仅可以断绝他们从敌的念头 还可以借用他们敌于敌人的力量 这是今日的首要任务啊 金兵围城 李刚领兵死守 当时京师中有些为非作歹的人 撑击杀伤内侍 抢走他们的金银财物 而把内侍所藏的兵器盔甲 弓箭之类缴纳给官府来请供 李刚命令 把他们集中在守御市衙门 按次序查清楚 这些人总共有20多 让他们每人报自己的姓名 然后把他们全部斩杀 同时还杀了20多个杀伤将领的人 凡偷一件僧衣的 抢妇女的 一匹券的 以及随便砍伤百姓的 都要立即示众 所以虽然城外有强敌围城达一个多月 但城内没有发生盗窃事件 抗原良策 襄阳被围 情况危急 城将被攻破 汪立信写信给贾斯道说 原浆的守备全线不到7000里 而内地各军县役的士兵还有70万 应当把他们全部调来 集中在原浆的战线上 以加强抗敌第一线的力量 把这些部队中的老弱者淘汰掉后 还可以有精锐部队50万人 在7000里防线中 每隔100里建立一屯 每屯有守将 十屯为一辅 辅射总督 最要害之处 可部署三倍兵力 没有战事时 可以行船与江淮之上 来往巡逻 有战事时 各屯府可以互相援助 加强联系 形成强大的抗敌之势 这是上策 长久的拘留对方 来朝聘的使者 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只能使敌人有了 进犯我朝的口识 不如按应有的礼节 放使者回去 请求输碎壁 来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 等到边境地区 稍稍得到休整 再慢慢商量战手的对策 这是中策 后来 袁丞相 伯彦进入健康后 听到汪立信的这个策略 感叹的说 如果宋人果真采用了这条计策 我们怎么能到此呢 北方民族向南入侵 温天祥向皇上上书 认为朝廷对敌人姑息和消极防范的多 奋发果断的积极抵抗少 要求斩师梦来记骨 用以振作士气 并说宋朝由于从五代之乱中习取了教训 削弱了藩镇的力量 建立了文官管理的周军 这样做 虽然在一时能够纠正藩镇势力过强 而带来的伟大不掉的弊病 然而国家却也因此变得衰弱 所以敌人一到一周 这一周就被攻破 到一线 这线就被侵占 中原大地国土沦丧 痛悔河疾 如今应分天下为四个统领一方的军府 立都督来统帅这个地区 可以把广西划到湖广地区 在长沙建立统帅府 把广东划归江西 在龙兴建立统帅府 把福建划归江东 在颇阳建立统帅府 把淮西划给淮东 在扬州建立统帅府 要求长沙的统帅府 从鄂取得吉养 龙兴的统帅府 从季黄地区取得吉养 扬州的统帅府 从两淮取得吉养 使各军府拥有广大的土地 众多的人力 足以抗敌 四个军府约定日子 一起奋进 只许进不许退 日夜坚诚打敌人 这样做 敌人需要多头防守 力量分散 疲于奔命 而我方百姓中的豪杰之士 又伺机秘密出现在敌后 这样敌人就不难打退了 在宋徽宗 宋钦宗 被金人罗走的靖康之难中 朝廷中 游吏刚却不被启用 而是用皇前善 汪伯言那样的奸命 南宋是宋渡宗 贤春年间 有汪立信那样的忠臣 却不用 而是用奸臣假司道 南宋末年 宋少帝德游年间 有文天祥却不用 而是用陈仪中 由此看来 宋不是由于金人入侵而衰弱的 是自己削弱了自己 不是被元朝灭亡的 是自己灭亡了自己啊 教育皇储的办法 张昭先前侍奉后唐明宗 明宗的儿子们 一个比一个奢侈交淫 张昭上奏署提出 教育皇储的办法 大略如下 陛下 您的每一个儿子 应各自一位老师 让皇子们 曲节按对待老师的礼节 来侍奉他们 一天当中 只要求每位皇子 记一件正事 一年之内 记得正事渐渐多了 每个月到月中 让老师们全部记录下来 向您上奏 使您了解他们的情况 等到皇子们进宫夜间时 你就当面询问他们 治国之策 倘若询问的十件事中 能回答上来五件 就可以说是广泛的 懂得了国家安慰的原因 深入了解国家成败的道理了 但 唐明宗不能采纳他的意见 这可以作为万代教育皇主的办法 比讲解经级 解说书本 一味做秀才学问好得多 商高宗为太子时 他的父亲小乙 曾让他长久的居住在民间 同普通百姓一起出入一起共事 所以他了解民情 明太祖教育太子 让他一定要充分了解农家生活 让他观看农民住在什么地方 穿什么 吃什么 用什么器物 从而知道农民的劳苦 明太祖洪武末年 选择秀才跟着太子 宫中的官员分班入宫值班 让他们到太子跟前去讲解民间的利与害等等 明成祖寻刑北京史 让皇长孙 后来的明宣宗 普遍到各地村庄去走一趟 一一观看 种田养残等 庚知之事 教育后代 应当 以此为典范 木屑竹头 陶侃 生性仔细认真 对郑氏很努力 任荆州刺史时 命令 修造船只的官员 把聚下来的木屑 全部收起来 不限多少 官员们都不了解他的用意 后来正月初一 正遇上雪后转晴 官府治理正式的大唐台阶 还很湿 于是他就让小丽 用木屑全部盖上 走路时一点没有妨碍 官府用的竹子 他让人们把结下来不用的竹根 全部收起来 几年下来 竹根堆积如山 后来横宣武 举兵攻打后蜀 需要组装船只 这些竹根全都用来做了竹钉 陶侃还曾蒸发他们管辖地区的竹膏 有一个官员在让百姓砍竹时 要求连根取出 到使用时 发现这种竹膏的根部 能够当高脚 竹根坚固 可以代替铁脚 陶侃就超越两个等级来任命他 中丧免罪 范中宣及范中烟 在乡城当之州时 当地的风俗是从不从事养残纺之 因此很少有人家中丧树 范公为此感到忧虑 于是他下令 让犯了罪而情节轻的百姓 在家里种桑树 所种桑树的多少 根据罪过情节的轻重而定 以后 按照他所种桑树的生长情况 给他们免罪或减罪 从此 乡城的百姓 都从养残支部中得到好处 范中宣离开后 百姓仍然怀念他 久久不忘 旧弃儿 叶石林及叶蒙德的号 在武昌时 那年正好赶上诺水灾 京西地区灾情尤其严重 漂浮上来的饿死人的尸体 从唐州邓州流入境内 多得无法计算 县令 把用来平定粮价用的 长平仓中的粮食储备 都拿出来救济灾民 一般百姓都得到了救济 只有那些被遗弃的孩子 由于没人带领 因此 无法得到粮食救济 有一天 叶石林向手下人请教说 民间没有子女的人 为什么不收养这些孩子呢 手下人说 大家怕把孩子养大之后 有的家长又会来认领 叶石林翻阅了法令条例 上面写着 凡是因为灾荒遗弃的孩子 父母不能再来认领 于是 叶石林做了几千份空白文书 上面都写着这条法令 马上交给境内外的各保各物 凡是捡到孩子的人 都让他们自己 来说明捡得孩子的经过 然后写成公家文书 交给他们做凭证 官府在户籍上 为他们做了登记 这样一来 总共就活了三千八百个孩子 过去浙江地区的百姓 每年要根据家庭人口 上缴钱和捐 充当人丁税 由于生活所迫 小民们生了孩子就扔掉 年纪稍微大点的孩子就被杀了 于允文听说这种情况后 心里很难过 他打听到江中的水舟上 有种奴笛的抵产 得到的利润很多 却为世家大族及和尚所占用 他让官员们把抵产的利润 统计出来向上汇报 请求用那里的收入 代替百姓所要上缴的人丁税 公文下达之日 百姓欢呼雀跃 从这时开始 大地人才知道 世上还有父子 活着相聚在一起的欢乐 安抚刘明 明县宗成化初年 从陕西到荆州 乡州 唐州 邓州 一路上都是大山大谷 绵延横贯上千里 这块地方原来沿近农民流入 但失去了土地的流民 围禁流入 政府驱散流民 引起流民的不满 刘千金 农民起义首领刘通 就趁机作乱 到了李胡子 农民起首领李厚 又作乱 参加的流民 几万人都不止 都御史向中 下令官员驱赶流民出境 带兵入山屠杀流民 一路上被杀死的人 多得无法计算 既就周洪墨 可怜这些流民 就写了流民说 文章内容大略如下 东晋时 卢松兹的百姓 流亡到荆州 政府就安置他们 寄居在京江南边的滋县 陕西 雍州的百姓 流亡聚集到襄阳 就安置他们在 襄阳水边的南雍州寄居 后来松兹就隶属于荆州 南雍合并到了襄阳 到现在已经千年了 那些地方还像过去那样宁静 这是前代对流民出职的 和事所收到的效果 现在如果任凭流民到远处各县去落户 设立州县来安定他们 安排好官吏 把他们编成李甲等居民单位 放宽谣意 使他们能够安定下来 有谋生之道 那么流民就都是好百姓 为什么要赶他们走了 李贤认为 州的文章很有道理 到了成化十一年 流亡的百姓 又跟以前那样汇集起来 李贤就援引了州的这篇文章 向皇帝觐见 明宪宗命令赴都御使元杰前往 去处理这件事 元杰于是走遍各郡县的深山野谷 宣布皇上恩德赐予大家 慰问流民 父老都十分高兴表示愿意在所流亡之地 落即做良民 接着元杰又大惠湖陕河南三省的巡岸 在一起共同商量 安置流民在当地落户 共有十二万三千多户 分配没人耕种的荒地给他们 让他们开垦荒地 给国家上缴赴税赴摇役 建立了州县等官署来统治管理他们 于是就在竹山分出一块土地 建立竹西县 分出允津的土地建立允西县 分出汉中巡洋的土地设立白河县 又把属于西安的商县升级为商州 把那里的土地分开 建立商南山阳两县 又从唐县南阳汝州的土地中分出铜摆 南台一阳三个县 使流亡寄居的人与当地人杂居 又在允洋地区设立允洋府 来统领允洋和竹山竹西允西 房上京六个县 又在允洋设立湖广行都司和允洋卫 来保障该地区安全 还认真挑选有德有才的人 推荐他们担任这些地方的府县守令 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 刘云民就安定了 善于管理的张须 张须擅长于管理百姓 先前在允州做辅佐之州的州座时 州里有条水渠色塞不通 几十年来不能种田 先后几任之州 没有一个能输郡水渠的 张须刚到那里 芝州就向他提起这件事 想输郡渠道 又怕兴师动众 张须看过渠道回来说 如果给我若干人 那么三天之内就可以输郡完毕 芝州感到奇怪 认为他说大话 张须就召集人 凑够了他需要的人数后 就让他们各自带着工具 丈量和分配好地段 人们便争先恐后的卖力干 三天就完工了 芝州大京 认为他有神明相助 当张须升为霸州之州时 他见到当地百姓 游手好闲的很多 就在每个礼中设置一个布厕 列上这里的人的户数 每户自报家里男女老少的人数 分配他们 每户该种粮食多少蛋 种桑树枣树多少颗 以及织布养鸡养猪的数量 到处传告让大家知道 他有时间就下乡 查看百姓的户籍部 对少种少养的户进行惩罚 于是老百姓都勤于出力不偷懒 不到两年 家家都有了固定的资产 生活越来越好